有点疼 今天榨的是一颗单点的埋钉 用的是钢针埋钉的方法 我们先点服装 先削一下 我这样告诉你 准备啊 有点疼 单点埋钉会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用活剪器 在皮肤上钻一个小孔 取掉一定的皮肤组织 然后把底座放进去 另一种方法呢 就是我今天使用的钢针埋钉的方法 这种方法呢 不需要取掉一定的皮肤组织 伤害更小 恢复起来也会更加的快 埋钉呢 它是有一定寿命的 像单点埋钉 它可以放置在身体的任意部位 像常见的胸口 锁骨 手臂 面颊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埋钉取掉以后呢 多多少少会留下一定的痕迹 所以一定要慎重考虑哦 我们准备放底座了 你不用呀 你手不干净 我抓一下你的皮肤了 进去了 底座放进去后 我们就彻底完成了 上面的视频在恢复稳定以后 就可以随意的更换 然后再来个屁股团的视频在这里 进去后 再来个屁股团的视频在这里 再来个屁股团的视频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